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睡眠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而在睡眠的习惯中,有一个看似奇特 却可能蕴含着诸多好处的做法 睡觉时把脚落在外面这一行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为何医生会说其好处令人大为震惊呢? 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究这个看似简单却充满奥秘的睡眠习惯 一、睡眠的重要性 睡眠是人体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的重要过程 在睡眠中,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生理活动 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 良好的睡眠可以提高免疫力 增强记忆力、调节情绪、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等 而不良的睡眠则可能导致疲劳、焦虑、抑郁、免疫力下降 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二、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的作用 一、调节体温 人体的体温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环境温度、身体活动、饮食等 在睡眠中,人体的体温也会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人体在睡眠时的体温会比清醒时略低 而把脚漏在外面可以帮助人体更好的调节体温 脚是人体散热的重要部位之一 当我们把脚漏在外面时 脚部的热量可以更快地散发出去 从而降低身体的整体温度 这有助于人体进入更深层次的睡眠状态 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 把脚漏在外面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加凉爽舒适 提高睡眠质量 二、促进血液循环 脚部是人体的末梢部位 血液循环相对较差 在睡眠中,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 这可能会导致脚部的血液循环更加不畅 而把脚漏在外面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 当我们把脚漏在外面时 脚部的血管会因为温度的降低而收缩 这会促使血液流向脚部 从而增加脚部的血液循环 良好的血液循环可以为脚部的组织和细胞 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同时带走代谢废物 有助于保持脚部的健康 三、缓解压力 现代生活中 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如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学习压力等 长期的压力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而睡眠是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把脚漏在外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压力 当我们把脚漏在外面时 身体会处于一种更加放松的状态 这种放松状态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体的紧张和疲劳 减轻压力 同时良好的睡眠也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 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从而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四、提高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是衡量睡眠好坏的重要指标 良好的睡眠质量可以让我们在醒来后感觉精神饱满 充满活力 而把脚漏在外面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如前所述 把脚漏在外面可以调节体温 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压力等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睡眠状态 提高睡眠质量 此外 把脚漏在外面还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加舒适自在 减少睡眠中的不适感 从而提高睡眠质量 三、医生对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的看法 医生们普遍认为 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是一种有益的睡眠习惯 这种习惯可以帮助人体更好的调节体温 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压力 提高睡眠质量等 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失眠 焦虑 压力大的人群来说 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然而 医生也提醒大家 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对于那些体质虚寒 容易感冒的人群来说 把脚漏在外面可能会导致身体受凉 从而引发感冒 咳嗽等疾病 因此 在决定是否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时 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 4.如何正确的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 1.选择合适的环境 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环境 首先 房间的温度不宜过高或过低 一般来说 保持在18到24之间比较适宜 其次 房间的通风要好 保持空气流通 避免闷热潮湿 最后 床铺的舒适度也很重要 选择一个柔软舒适的床垫和枕头 可以让我们在睡眠中更加放松自在 2.注意脚部的保暖 虽然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可以带来很多好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脚部的保暖 如果房间的温度较低或者我们的体质比较虚寒 可以在脚部盖上一条薄毯子以避免脚部受凉 此外 我们还可以在睡前用热水泡泡脚 这样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提高脚部的温度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入睡 3.养成良好的睡眠习 除了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之外 我们还应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如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 保持良好的心态等 这些习惯都有助于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保持身心健康 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 这个看似简单的睡眠习惯 却可能蕴含着诸多好处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温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压力 提高睡眠质量等 然而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质 和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睡觉时把脚漏在外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脚部的保暖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以确保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 保持身心健康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忽视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 而这些细节却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睡眠质量 关注自己的睡眠习惯 让我们在每一个美好的夜晚都能拥有一个舒适 健康的睡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